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林童玩 我是林童 今天这期视频是这样的 前几天不是刚过完六一耳同节吗 所以我就打算讲义一下自己 自己去买了一个耳同节礼物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沸腾的福袋 哇 超大箱的有木有 话说我也是很久没有开过福袋了呀 今天就久违的开一次福袋吧 这个是废特的618特价福袋 里面全部是那些正版的废特周边 我在他家买这个福袋每次都能买到惊喜 这次看一下他给我装了什么东西 哇 打开了 好像我看到了一个啪啪 哇 谁放在这里 火草不会吧 这个 这个 这不是天草的啪啪吗 话说我以前我也夹到过同样的啪啪 也是一个天草的 再看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哦 东西好像还是蛮多的 一个 一个龙珠的景品 卧槽 哦 有一盒 大盒的 什么东西啊 哇 这个 这个 哇 这个闪闪的手办好像 没了 就一个就是他家这个福袋 主传的这个福袋袋子 先来看一下这个小盒有什么东西吧 哦 一个 狗哥的小核弹 哇 又是这些 十丸卡 这些是一番赏吗 两个L赏 有三包这个十丸的卡片 哇 真的是绝了 这两张 闪闪的 刚好出了一个闪闪的手办 我们拆看一下手办先吧 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个OR吗 就是GSC这个厂 它是有一个系列啊 就专门针对女性向做这个男性角色的手办的 那就是OR系列 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啊 平时这个东西我也不会去买 怎么就被我开到了呢 诶 等一下 我开的这个福袋好像全部是男性角色 对吧 一个天草 一个闪闪 还有一个这个龙珠里面这个超赛的孙悟空 怎么回事啊 难道这个店家把我认作为男同志了吗 先把这个龙珠的给开了 诶 等一下 我买的不是飞头五代吗 为什么会有个龙珠在这里 诶 不管了 看一下主体就好了 看一下主体就好了 还行吧 诶 这些还是挺感兴趣的 哦 飞鸽 这应该是随机款式吧 这个 啊 大功 好吧 看看这个狗哥 这个核弹的质量看起来还行 明显还过得去吧 他说还真的是全是男性角色 刚开这两个挂式也是男性角色 哇 这是什么福袋啊 又到了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了 没错就开这个卡包 希望能开到一张闪卡吧 不过就这三包应该开不了一张闪卡 让我看看 哦 第一张 哦 第一张 诶 还行 这个泳装Saber 运气不错 还有两包继续 哦 草不是吧 哈 蓝斯洛特 就会吧 许个愿吧 只要不是男性角色就好了 随便开什么都可以 开 诶 虽然说这张卡也很闪 但是好像不是西游卡 还行吧 开个狂Saber 起码也不是男人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点吧 哦 哇 可是挺大的嘛 这个是1比7吗 哇 这感觉 爽啊 这样放上去嘛 哦 可以 不错 看见这个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 它是抽开上面这里 然后把这个手笼这里插进去 感觉这个涂装做的真的可以啊 特别是腹肌这里啊 做的真好啊 像真的一样 像是很不错 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之前这个 强壮式的马修路的舒服一点 好的 本七零度模玩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618的复带呢 还是不错的 但是可惜我不是女性啊 不然的话呢 我开到这些东西肯定尖叫起来了 那么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